7月4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6届会议 一致和可中国参加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报告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这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事业成就的高度肯定 国别人权审议是各国进行平等 坦诚交流 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方高度重视此次和可会议 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政府对各国在国别人权审议期间 向中国所提建议的立场 以及中国政府承诺采取30项人权保障新举措的阶段性进展 阐述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理念和成就 强调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汇集全体人民 在中国使现代化进程中稳步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为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人权理事会合可中国参加国别人权审议报告后 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许多国家代表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 人权理事会一致合可中国参加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报告 充分说明国际社会高度肯定中国人权事业成就 和对国际人权事业的贡献 中国将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 公正 合理 包容的方向发展